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5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點半新聞 秘視衛生廳稱 支持非必要不出國遊 國內遊亦都需要謹慎 快速測試下個星期有宣布 秘視今天新增584宗確診7人疫亡 秘視11月平均樓價按年升了兩成 去到99.39萬 掛牌量再創歷史新低 剛剛收到的消息 秘視衛生廳長迪德安 今天下午突然召開記者會 就聯邦政府今天發出警示 要求國民非必要不要出境旅遊一時 表示秘視省會支持 他說就算事先已經規劃好 非必要都是不要出境旅遊 迪德安同時表示 就算是國內旅遊 也都應該要謹慎 假如仍未接種疫苗 更加不要出遊 他說出遊的機會經常都有 但性命只有一條 迪德安又透露 首席衛生官亨利醫生 正在密切審視疫情態勢 不排除會頒發新的衛生令 在快速檢測問題上 迪德安又首度鬆口 說在下星期二會有進一步的宣佈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中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根據悲思疾病控制中心的數據 本省今日新增584宗確診病例 累計224,245人確診 省內目前仍然有3,458宗活躍個案 當中有193人住院 包括77名患者在深切治療報留意 省內今日新增7宗疫網報告 累計死亡人數上升至2,393人 被市房地產協會發表11月份住宅地產的市況 11月的平均價格達到99.39萬 比起去年同期上漲了22.1% 11月份的成交量就安年跌了3.4% 掛牌量比起去年同期暴跌了近四成 創了歷史的新低 被市房地產協會最新的住宅釋放報告顯示 今年11月份MLS成交的住宅單位一共有9,159間 比起去年同期下跌了3.4% 全省住宅平均價格升幅達到22.1% 由去年11月的81.43萬升至99.39萬 大溫地區11月的平均住宅價格是124.17萬 比起去年11月的108.4萬升了14.6% 飛沙河谷區的均價按年上漲了21.8% 去到110.73萬 溫哥華島平均流價由去年11月的53.96萬 大幅上漲20萬去到72.49萬 勝幅達到34.3% 是全省最高 被市房地產協會首席經濟師奧格蒙深說 距離2021年結束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MLS房屋銷售已經創下歷來的11月記錄 今年到現在為止 住宅的總成交量已經超過了2016年 創下的112,425間的年度記錄 今年至今一共錄得117,973宗成交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格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理智聯博士聊聊 溫西公園玄丁凶殺案懸疑未破 市警發出死者在遇害同一日外出的照片 徵求線索 77歲的死者Justice Daniel 生前用心打理溫西公園Tedlow Park 深受街坊外大 說他待人和礙又禮 很難想像有人會對他痛下殺手 他遇害前最後一次被人見到的是在12月9日 他的屍體是在10日上午11點左右 在他位於West 3rd Avenue 遼夾Madonna Street的家裡被發現 警方初步未掌握兇徒作案動機 11月中在一場風暴中斷艦飄流 最後擱淺在日落沙灘海堤的一艘等船 經過幾番努力仍然未能移走 好可能要在英吉利灣跨年 等船已成為溫哥華的一大景點 公園局為了搞些節日氣氛 特別將等船擱淺的沙灘 命名為Barge Chilling Beach 也即是等船蝶色灘 還插上公園局專用的名牌 令不少人發出會心微笑 大家好 Omicron變種病毒的出現 令到加拿大的防疫氣氛這幾天 突然間空前緊張起來 聯邦衛生部長杜克洛今天下午宣布 鑑於傳播力相當強的 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已經蔓延全球 所以他呼籲加拿大人 不要再去非必需的國外旅遊 他要求所有計劃外遊的國民取消行程 政府會在四個禮拜後 重新評估這個旅遊警告 杜克洛承認 在聖誕假期前十天 才引入新的旅遊警告 的確有點闖存 不過現在有的數據顯示 即使未考慮到Omicron變種 疫情也在迅速反彈 他說 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們必須要接受現實 他擔心有人一旦去到海外旅遊 除了會感染病毒的風險之外 萬一遇上當地國家採取封城措施 又或者阻止航機進出 加拿大人就會流落在海外 聯邦政府今天除了發出新的旅遊警告之外 杜克洛也說 加拿大公眾衛生局 會加快在全國各地的機場 向底部旅客進行強制檢測 而且會將每日可以進行 1萬7千個檢測的數量 提升到盡可能的多 不過 提到來自美國的旅客 是不是同樣要接受強制檢測的時候 運輸部長、艾成志 仍然是那句 我們還在評估情況 如果有需要調整政策 我們會盡快宣布 而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 較早之前已經強烈建議 50歲的人要接種加強制 預計短期之內 他又會更新這個建議 估計是會縮短六個月的接種時間 加大加強針的力度 副總理兼財長方惠蘭今天下午就說 今年10月公布 針對因為疫情需要封閉地方經濟 而撥出來的補助金 是有74億 但是現在因應Omicron病毒的出現 所以會增加撥款45億 即是一共119億 受封閉影響商戶 是可以獲得工資和租金補助 而受影響的旅遊業商號 是可以獲得最多75%的工資和租金補助 方惠蘭說 政府會派發足夠的加強針 而且影響輝瑞和漢克 分別預訂了100萬劑和50萬劑的 口服抗疫藥物 只要一旦衛生部批准就可以應用 政府也動用17億元 在各省各地區提供1億8千萬份快速檢測工具 衛生部長杜克洛說 現在供應的1,600萬劑加強針 是足夠所有加拿大人接種用的了 南非Omicron變種病毒 除了傳染性更強之外 與早前的其他新冠病毒 又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多倫多大學醫療網絡的傳染病專家 Dr.Alone Weissman指出 沒有證據顯示 感染Omicron的病症 與其他新冠病毒有不同 亦代表並不是所有感染Omicron的人 亦只有輕微症狀 他說感染Omicron的病人 有些沒有症狀 亦都有些有嚴重症狀 雖然來自南非的早期數據顯示 Omicron病毒有其他新冠病毒溫和 但是科學家就說 早期數據並不可以代表一切 因為南非的人口較為年輕 而且有很多人都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 或者已經打了疫苗 所以他們有更多抗體來對抗Omicron 病症亦都較為輕微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發表的數據 感染Omicron之後 最常見的症狀是吸收 接著是疲勞、流鼻涕和發燒 而喪失味覺和臭角的比例 就是8%左右 Dr.Alone Weissman說 如果你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應該預期自己 將屬於症狀犯槽變最輕微的一段 不過他說這個也不是絕對 因為數據仍然在發展中 而在兒童方面 英國的新聞報道指出 約有15%的兒童患者出現紅疹 而在年齡介乎5至11歲的兒童中 一種叫做兒童多系統發炎症候群的罕見症狀 可能會在感染Omicron之後的2至6個星期出現 尹國華明天12月16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多雲 早上有4成機會會下雨 後轉為晴雲相鑑 溫度最高有6度 晚上間中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1度 廉政公署今天再拉多4人 涉嫌線說他人在立法會選舉投白票或是不投票 據了解被捕人包括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鋒 他曾轉載立法會前議員許智鋒 呼籲選民投白票的貼文 至今已經有共識人 涉嫌線說他人投白票或是不投票而被廉主拘捕 今日被捕的三男一女年齡似22至58歲 涉嫌在立法會選舉期間 在互聯網轉載叫人投白票或是不投票的貼文 廉主在行動中拿走了幾部手機和兩部電腦 被捕人已經獲了保釋候查 廉主員排除會再有進一步的執法行動 銅鑼灣世貿中心在今天下午12點多發生火警 消防約在4個小時後大致將火火式 消防處高級消防區長吳俊鑲說 消防接報到牆之後發現火警的現場濃煙糙 樓面面積廣闊 由100米30米並收到多個救助報告 於是將火警升至3級 他說由於現場的濃煙再救援並攻入其他樓層 消防要到約下午4點半才大致將火救式 期間協助疏散770人去到安全地方 另外有40人只行疏散 他說火警原因仍然在調查中 初步懷疑是商場一樓和二樓的電標防位置有電線起火 吳俊鑲說攝氏大廈P1至P5樓層正在翻身 業主已經通知部分消防裝置被關閉 包括花灑系統、手動火警警報和自動警報系統 據他的了解其他樓層的消防系統應該正常運作 至於説部分樓層的防衣門被鎖上 沒有想說會檢視情況 但也會在消防確保安全後才可以重開 被問為何火警時仍然可以搭鍊 他說火灑在後期已經熄滅 並尿街道有大量市民在上層的位置 在評估風險後消防才用黏 將上層的市民帶到安全地方 他提醒市民在發生火警時應該評估現場情況 在安全的情況下 簡適當的走火通道逃離至地面 今次救援和滅火行動 共動用176個消防員和58個救護員協助救援 並調派了45個消防車和24個救護車到場 好 現在身體 好 好 OK 收到大家的關心 謝謝你們的關心 那天的情緒是怎樣的? 其實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有一天醒了之後眼睛就發現腫了 那腫了就怎樣呢? 就化不了妝就出不了鏡了 腫得怎樣?你是眼皮腫還是? 就是怎樣說好呢? 就是我現在是內傷 那就變成了外傷 現在沒事的? 就是他那個厚度呢 就是外面的外傷是這麼厚 就是非常之厲害 那醫生說你什麼事? 其實可能是他說了幾個原因 他就說可能是長時間戴那個隱形眼鏡透不到氣 就這樣 所以大家戴隱形眼鏡也要小心 是有顆瘡嗎? 不關事啊 Cantelle Baby 我上次說我這邊 你那個是眼瘡 我這個是腫出來 是裡面的 哎呀 我現在是外面腫了 我也是 上次 不是 你那個都不關事 好吧 不會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